欢迎大家去选择 小姨本人最推荐的当然是我们的伯根蒂红色了 优雅大气 在这个比较天鹰的时候 伯根蒂红又反射出来 我们冰咖松的那种咖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 都给您这个低调优雅感 低调优雅感是给您拿捏了 咱们林肯冒险家的前脸是一个断履材质的 新灰式的这个进气的格栅 在进气的格栅呢 在进气格栅的后面呢是我们的AGS进气格栅的主动关闭系统啊 这个系统可以调节我们进气的一个情况 可以调节我们降噪的一个情况 也可以调节我们进气口和空气的一些转换 为您在驾驶的路上提进 提供一样提供一定的支撑啊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福利林肯的直播间 然后呢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我的 就是有认识我的小姐姐呀 我有时候在直播没有看到你微信啊 可以在直播间里跟小姨聊聊天 平时有时候下播了私信就有时候会忘了回啊 可以在直播间跟我聊聊天 然后继续说我们的小猫啊 咱们小猫呢 刚刚讲到我们AGS进气格栅主动关闭系统 还有我们全系标配的自适应LED前大灯 自带自动水平调节功能的啊 还有我们的一体贯穿式地平线的LED尾灯 那这个尾灯呢 在路面上现在很多车 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啊 比较乱大街 但实际上呢我们林肯品牌是第一次啊 是这个设计的先驱啊 是这个设计者 是这个设计的一个领航员领航者了啊 欢迎大家 然后呢同时我们全系标配的这个前物灯 后物灯都不用说了 我们的后视镜的还有外置后视镜的 一个记忆加热功能 包括我们整合转向信号灯还有照地灯 以及的这种记忆功能都是全系标配的啊 就是我们的尊项版本和我们的尊雅版本啊 小茂也是我们林肯全系卖的最好的辆车 它的销量可以说 呃是我们的这个占比占到50%啊将近这样一个程度 作为一款豪华型入门起来SOV 它也是要动力有动力要实力有实力 要内置有内置要配置有配置要外观有外观 我们的外观设计呢 有这个电动开启的全景天窗 带电动遮阳蓝的这个一个设计 全系标配 杜格双排气管以及铝制的车顶行李架啊 这些SOV该有的标配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有的什么密码锁门啊 声控声控的这个呃这个设计系统啊 别人不一定有 还有我们的内装配置前排舒适座椅啊 最低配呢都是有10项 高配的尊雅版呢 我们是提供了24项的电动座椅调节 以及我们4项手动可调节的枕头 还有我们4项的这个方向盘调节记忆加热功能 都是全系标配的啊 前排座椅的设计呢 是座椅和坐垫的相分离的设计 为了调为了给我们的车主 提供更多更享受 还有更多方向的一个座椅调节 我们的尊雅版本呢 给配到了20项 24项低配版都给配到了10项加以上啊 还有我们的后排座椅角度 可以调节六四分离式放导 我们的这个后排座椅放导 之后小猫的后排空间 或者说我们的行李箱空间 达到了1373升啊 欢迎大家了解我们的小猫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福林肯的直播间啊 我的水杯距离我还有一点远 欢迎大家哦 直播间加上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红心点一点 红心点一点感情才会走散 点亮这颗小红心 从此生活亮晶晶啊 灯牌亮一亮 马脚引到大天亮 欢迎大家 我不知道我们的主播老师做完物画回来了没有 现在是56 我们再聊个五分钟呢 小姨就下班下播了啊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福林肯中心的直播间 这个灯牌一亮前的物量 喜欢主播的话 可以给我们亮亮灯牌啊 亮亮灯牌粉丝灯牌不知钱一毛两毛都是圆啊 如果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我们亮亮灯牌 对我们亮亮灯牌粉丝不知 monsters 影片的时候 erstmal继续 在散开 。